沉迷人生最好的時光 張寶華 剛才我們說了你如何理解習總的說話 剛才你說的說話就是 習總是要提醒大家為一國存在 你不要搞清楚 你以為不要當我無盜 這番說話不知道是否告訴泛民 但反過來香港市民聽過這番說話 同樣地提起西環 感覺上一國兩制不要弱下下叉 我想是這樣的 正如我剛才強調習主席說這番說話 我想第一 一國兩制始終有一個一國的大前提 我們是應該要確立這件事 我自己覺得 一國兩制如果沒有了一國的前提 說真的就根本就已經不是一國兩制 但兩制都很重要 兩制很重要 但你必須要有一個一國的前提 我舉個例子 我們現在看我們的基本法 我們這個香港特區是怎樣成立 其實最原來的時候 因為要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31條 賦予權力成立香港特區 事在有基本法 所以我們不可以說沒有了一國的前提 我和你不應該流於辯論有沒有一國的前提 我從來都是承認有一國的前提 不過我想反過來問一件事 你看到近年多了很多所謂的本土儀式 本土化 其實什麼叫本土呢 過去沒有的 剛剛回歸的時候都沒有本土 過去回歸後十年 十嵩年都沒有本土 為什麼呢 就因為覺得現在開始兩制 開始模糊 開始這個兩制已經開始大陸化 已經開始被摧毀了 不能夠保持自己的方法 所以其實是一個防衛意識 本土意識是一個防衛意識 你怎樣看呢 我自己會這樣想的 第一就是本土我們都要有一個角度去看 就不要說一定將它打成是壞的 因為本土呢 甚至我經常都說 全中國這麼大 你猜每一個省市沒有自己的本土意識 上海人有上海人自己的本土意識 北京人有北京人自己的本土意識 例如我舉個例子 你去到美國 如果你去德州你就知道了 德州的人是很為自己是德州人感到自由 他本土意識也很重的 但是說真的他回到一個國家層面 大家都知道自己是美國人 所以我覺得其實每個地方有本土的意識 有本土的特色 有本土的想法是不出奇的 我們不應該將它上港上線的 反而我想提一件事就是 在近年中間有一些的泛民 他拿了這個本土的議題 他挑動了那個 我明白 就是中港所謂有矛盾 你說可能有自由行 因為太多下來 我們又未必有這麼多的設施 可以迎合到他們 又搞到可能再過份擠迫 有些問題出現了 這個是是的 有這些矛盾 我們想辦法怎麼化解 但我們不是去挑動矛盾 現在我自己見到 就是說有些本土派 或者有些的泛民 他是會把這些東西變成 就是拿了一個矛盾把它發大了 導致那些人可能感覺更加不好手 但是我們做 我作為政治人 我這麼說 我們見到矛盾 我們想辦法去化解 我們就不是去發大它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我跟他們看法的不同 就是有矛盾 我們想辦法怎麼解決 但就不要把它變成 例如有些說得很極端的 例如將香港邊緣化到 可以跟中央可以脫離 或者要脫離這個中國 我始終覺得 二頓自由 我也是說說 除非他立起工具去做 就另計 這些只是說 沒有行動 兼寫 其實普通不會怎麼理 但你明白 有時候 我明白的 說真的 大家有個評論的自由 可以去說 你有你的觀點 我也有你的觀點 我這個大家尊重 只不過近年你都看到 有時候有些很誇張的行為 例如那些踢行李箱 看起來又不好受 我覺得這樣 我們大家理性去討論 我們就不要把最極端的2% 1%拿出來說 因為那些一定是得不到大眾的支持 其實你也知道 但我又會有時候覺得 你覺得建制派其實有沒有一個責任 例如有些泛民挑動了這個矛盾 但同樣地 香港市民 可能又會覺得 為何建制派甚至政府 政府也不用說 很明顯 將一國不斷的 一國當然我們不會否定他是中主角 他是先行 但不想將那件事不斷加大 加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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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大家又會不斷見香港人 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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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我覺得 大家不要想這個中國矛盾 例如說 遊客大小異變 在街上很不衛生 諸如此類 那些 其實真的不對 我不管你那個是中國人 德國人 總之你做這些事情 都不衛生 都不衛生 這些應該是被窄罵 但又沒有公道說話 公道的說話是什麼 不對 這是不及公共衛生 不應該真的要給他告票 但最終大家會叫包容 其實這個本土意識 我想說 我純粹理解 當你好像空氣一樣 你每天呼吸著 你覺得是自然擁有 你不需要防守它 因為你是你必然擁有自然擁有 但你開始發覺 你這個空氣 呼吸這個新鮮的空氣 清新的空氣 原來已經不是一個Musk 原來要被侵略 你會開始沒有 你開始就會Defend 所以我覺得本土意識 其實就是一個公防 就是一個防守意識 我覺得我的東西開始沒有了 你覺得你們有沒有責任 但是為什麼我們一定要覺得 我明白你說什麼 但是我們反過來 有時就是說 不是每次都要跳下去 一個迷思 就是說我們的東西快來就沒有 你反過來 我們覺得我們香港人 應該對自己有信心 第一我要講清楚一個觀點 我覺得你這個說法 就是說有些人現在是覺得 好像我的東西快來沒有了 但是你某程度上不能夠否認的 就是現在有些人是借這些議題去講 是會將這件事發大 我們先停在這裡 我是想補充這件事 我不否定有人是用來做炒作 其實政治人物 其實坦白說 是不是每個人都為社會大局好 不一定 很多都是為選票 都是為自己利益 這個我覺得是 但是問題是 如果沒有人的恐懼情緒存在的話 那他如何挑動這些恐懼情緒 將它發大 那些恐懼情緒是什麼呢 我覺得不要說香港的優勢 我不說 很簡單 Way of living 都已經受影響了 的時候我害怕 我不想 香港一個星斗小市民 我明白 每個人都希望保持自己過往一直擁有的生活模式 是 我們香港和內地很明顯 在過往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因為發展模式的不同 大家已經有不同的生活模式 我很強調一件事 第一件事 我們要有一種互相的尊重 你尊重他的生活模式 他也要尊重你的生活模式 縱使大家一定是有不同的 是的 另一件事我想說 要解決你說這個問題 我反而認為 我們自己香港人 首先要對自己有信心 這個不是一個信心問題 而是我實實在在的生活 是being invaded 我不知道中文應該怎樣說 他覺得好像 你用了一些方法 改變我的way of life 這跟我的信心是沒有問題的 我對自己是很有信心的 但我的way of life being invaded 我是沒有辦法的 我覺得如果人人的信心強的時候 根本這個所謂客觀的現實 要改變你的生活模式 是不可能發生的 因為你的生活模式 其實跟你自己覺得 你自己住在這裡 你對自己這種生活模式的信心有關 如果比如說 如果人人都覺得 哎呀死了 我覺得我未打才輸 就覺得 我自己已經是生活模式 真的不是的了 你自己認為這樣會自我實現的 不要這樣 你講這個law of attraction 我們不要講這個law of attraction 譬如說自由行 我們從來都不抗拒國內遊客 也很歡迎他們 但問題是 所有東西都是在說量 所以我不是說 其實如果你說 將他收回那些 一簽多行的東西 再給上一個上限 少一些人下來 那現在又有一個平衡 但這件事情 就變成了 人家其實 第一天還沒去到踢劫 因為你不是一下子不高興 就去到踢劫 中間是醞釀了很長時間 你 agree with me 醞釀了很長時間的時候 香港人的聲音 沒有被人聽到 即是說 你早點收一點點 沒有收什麼 大家都好 你繼續有人來 不過不是的了 這個世界上 就算是高慧文醫生這樣說 什麼都可以吃 就算是不健康的東西 都可以吃 all about量 你吃得少是沒問題的 同樣地 我們很 welcome 任何遊客 國內遊客 我們都很歡迎 但當你去到一個失痕 去到很大量的時候 你的law of life 就被threatened 那個threatened的意思是什麼 例如大量的街 捉粉麵飯 沒有了 那些小店 全部變了金行 這個就是 way of life being affected 這個跟你的信心沒有關係 如果我們對自己有信心 我們覺得 為何我要跟你爭辯這個觀點 如果我們對自己有信心 我們不要去用一種妖魔化中央的說法 現在有些人就經常都說 我如果有很多人下來 阿爺就死都不肯收緊些 不讓那麼多人下來 其實這個 其實為什麼 中央又肯減少了人下來 其實他有聽你的意見 你不可以說他不幫你 這件事跟阿爺沒有關係 我覺得阿爺是一個good view 你想要多我就給你 你想要少你就告訴我 所以我不是說阿爺 我覺得這個是特區政府的問題 特區政府一直沒有react 有這麼長的時間 那個蘊養 那種不滿情緒 其實不是每次去到阿爺 哪有那麼 不是每次都是由香港去到北極 沒有的 我覺得 我明白你說什麼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特區政府反應你覺得他慢 因為你特區政府 將你香港人的聲音去聽不到 不是啦 總之他聽不到 結果你醞釀人去爆發 去到太劫 去到極端的行為 所以其實你說那個本土意識 我剛才說是一個防衛的意識 就是因為他覺得 我說了很多次了 你聽不到 我已經走出來 你都聽不到 我也是那句 始終有時的事情 要一人都要走一步 你如果泛民少些 炒作這些矛盾 我覺得這件事又會好些 我真的覺得是這樣 我去新聞之前我要講 這件事就像什麼 其實就像立法會點票 我經常覺得立法會議員 只有兩個角色 一開會 二就是投票 你們每次都 包括貴黨的蔣小姐 你不如剪布 你剪掉他們 不要讓他們點人數 這是議事規則賦予的權力 你怎麼可能說剪剪這件事 你不坐定 然後就罵人去點票 我先不說他點人數 對不對 只有同樣地 你有個位置讓他去挑動 他當然是挑 政治人物 我剛才都說 很多都是為自己利益 你沒有這個不安情緒 是挑不到的